看到Athena非常喜歡我們師班所唱的詩 看來Athena很喜歡我們師班所唱的詩 看小孩子多麼純真 高興的時候就拍拍手 我們真的應該要學像小孩 我們真的要學像小孩一樣 現在我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兄弟姐妹們你們喜歡考試嗎 有一個反應都是搖頭的 我碰到最喜歡考試的大概就是我的老二 他都喜歡跟人家考試 我們一般人都是怕的 我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我們當學生最害怕的就是一早進來教室的時候 老師就說 我們做學生最害怕的就是一進到課室 老師就說 等一下第二堂課的時候 會有縣政府派來的督學要來給我們抽考 一般的考試老師都會說明天要考試或者是下星期 一般考試老師都會先預告或者什麼時候考試或者是下星期 那麼抽考不是這樣 但是抽考就不是這樣 抽考是臨時才知道要舉行的考試 抽考是臨時才會知道的考試 沒有事先通知 沒有事先通知 學生不能事先準備 學生不能事先準備 老師也沒有辦法為學生臨時惡補 只能夠靠實力去考試 只能夠靠實力去考試 所以每個人都害怕抽考 所以每個人都害怕抽考 因為覺得一定考出來的成績會很差 因為覺得自己考出來的成績一定是很差的 有一個故事說摩西有一次就替聖彼得看守天堂的門 有一個故事就是摩西有一次替聖彼得看守天堂的門 因為機會很難得 因為機會很難得 他就決定要為那些在那裡排隊要進天堂的人來一個抽考 他就決定要給那些排隊進天堂的門的人來一個抽考 給他們指跟筆 那要他們回答 要他們回答 要他們回答問題 題目是什麼呢 題目是什麼呢 請列出十件 請列出十件 可以不需要依照次序 你可以不需要依照次序 他覺得這樣已經是優待了 他覺得這樣已經是優待了 那麼他把這個答案卷收回來的時候 他把這個答案卷收回來的時候 他發現有一個人的答案是這樣寫的 他發現一個人的答案竟然是這樣的 3 6 10 3 6 10 8 4 5 8 4 5 9 2 1 7 9 2 1 7 他認為只要把那個數目列上來就好了 他認為將這個數目列上來就行了 他其實不知道十件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他不知道十件的內容是說什麼 你知道答案嗎 各位兄弟姐妹 各位兄弟姐妹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是不是他們太害羞了 我想你們是害羞 第一屆就是不可以敬拜 除了神以外 你不可以敬拜別的神 第一屆就是你不可以敬拜神以外的神 再試一次 第三屆是什麼 再試一次第三屆是什麼 再試一次第三屆是什麼 知道的要大聲講 知道的要大聲講 還是不好意思 還是不好意思 好 就是守安息日 要守安息日 就是要來敬拜上帝 就是要來敬拜上帝 就是你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現在我們來做這樣的事情 都要記得了 要記得了 我都要記得了 好 所以我相信你現在會跟我一樣很慶幸 我想你現在跟我一樣很慶幸 我們都不需要經過聖經考試 就可以進到永生的門 我們不需要經過聖經的考試 就可以進到永生的門 因為耶穌為我們擔當了 因為耶穌為我們擔當了 不過我們回頭仔細想想 但我們回頭仔細想想 我們的生命裡 不也是充滿了大大小小的問題與考驗嗎 我們的生命裡 不是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考驗嗎 今天我們讀的生命記的經文 今天我們讀的生命記的經文 記載是在摩西對以色列人的耳提面命 記載摩西對以色列人的耳提面命 好像媽媽一直在對小孩子說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好像媽媽一直跟孩子說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 流乃與秘密之地之前 他再次的提醒他們 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 流乃與蜜之地之前 再次的提醒他們 我們要想像他那個年紀很大的 要提醒每個人的那種心情 一定要記得上帝帶你們出埃及為奴之地的恩惠 一定要記得上帝帶領他們出埃及脫離奴役的恩惠 一定要記得要教導你的世世代代要敬畏耶和華 要教導你的世世代代要敬畏耶和華 要遵守他的律例 要遵守他的律例 為什麼一定要將耳提面命呢 為什麼要這樣的議題面命呢 那是因為上帝知道 因為以上帝知道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後 會碰到考驗和挑戰 會碰到考驗和挑戰 他們的生活會變得富足 他們的生命會變得滿足 不像在埃及的時候沒有什麼可以吃 或在曠野的時候根本就是連水都沒得喝 甚至在曠野的時候連水都沒得喝 人進入這個富足之後 人進入這個富足之後 就變得容易自滿 變得容易自滿 就覺得不需要依靠上帝 就覺得不需要依靠上帝 他們也會隨著當地人的習慣去拜別的神 他們也會跟著當地的人去拜別的神 又會覺得別的神比較靈 又會覺得別的神會比較靈 又會覺得別的神會比較厲害 比較厲害 然後他們自然就忘了 久而久之就忘了他們跟上帝之間的約定 他們久而久之就會忘記了他們跟上帝之間的約定 所以我們今天念的經文是重點中的重點 所以我們今天念的經文就是重點中的重點 是絕對要記住的大誡命 是絕對要記住的大誡命 那我記得以前我們中學要準備聯考的時候 我記得我以前中學要準備聯考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上課都很緊張地會說 我們的老師上課的時候都會很緊張地說 這一段一定要畫下來 這一段一定要畫下來 考試一定會考 考試一定要考的 所以摩西這時候也是很用力地說 所以摩西的時候也是很用力地說 我們來看 經文第六章第六節 我今日吩咐你們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我今日吩咐你們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因勤教訓你的兒女 也要因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 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 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 躺下起來 都要談論 也要記在你的手上作為記號 也要是在手上為記號 戴在額上為經文 戴在額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你的房屋的門框上 並在你的城門上 並你的城門上 這是在說什麼呢 這是在說這些點章律例 要照你所照之地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些點章律例 要去到你任何的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 每個人隨時隨地都被提醒著 每個人隨時隨地都被提醒的 那我們來看看 猶太人他們是怎麼樣來遵守這樣的命令 我們來看看猶太人 如何遵守這樣的命令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 猶太人他做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 猶太人他做什麼呢 猶太人在做什麼呢 他在頭上戴了一個什麼 他在頭上戴了一個什麼 一個小盒子 一個小盒子 叫精俠 叫做精俠 精俠就是叫一個小盒子 裡面裝了一些小羊皮片 這個就是一個小盒裡面 裝了一些小羊皮片 這些小羊皮片 就是記載著上帝的話 這些小羊皮片 就是記載著上帝的說話 那這在表示他們要時常記住 就是表示他們要事常記住 那另外一張圖片我們看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張圖片 或在手上 或是戴在手上 通常是放在左邊的手上 通常是放在左邊的手上 因為我們右手常常要做事 所以左邊的手 比較有空間可以用 因為右手我們經常用來做事 所以左手比較有這個空間 覺得他們是不是很認真 你覺得他們是不是很認真 這是當了一回事的 是真的當了一回事的 那麼在家庭呢 他們的家庭教育 的宗教教育 也是一樣的不馬虎 在猶太人呢 他們小孩子一歲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把蜂蜜塗到這個經典上 這些猶太的小朋友一歲的時候呢 他們會把蜂蜜塗到這個經典上 他們的父母會把蜜塗在這個經典上面 那麼呢 叫小孩子去填那個蜂蜜 然後叫那些小朋友去舔蜂蜜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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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告訴小孩子 他就要告訴小孩子 我們認識上帝的話呢 是甜蜜的事 認識上帝的話呢 是甜蜜的事 那麼小孩子到了四歲以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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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開始背經典 就要開始背經典了 或是律法啦 或者是詩篇 好像是律法啦 或者是詩篇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 所以我們來看看 所以猶太人他們雖然亡國兩千多年 猶太人雖然亡國兩千年 卻又能在1948年復國 但又能夠在1948年復國 那靠的就是宗教教育 靠的就是宗教教育 在家庭裡這樣不斷地被教導 在家庭裡不斷地被教導 所以更明確一點來說 所以更明確地來說 這個宗教教育 就是在教人用心背注上帝的話 我們能夠像猶太人一樣 把上帝的話帶到我們的生活裡嗎 我們能夠像猶太人一樣 將上帝的華語帶到我們的生活裡嗎 你想要有那種經歷苦難 可是仍然會因為有主耶穌 而喜樂的那種力量嗎 你想要有那種雖然經歷苦難 但仍然有恩著主而喜樂的這種力量嗎 我相信我們都想要的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的 我們上星期天 中文事工委員會開了會 上星期天 我們中文事工委員會開了會 我們通過了一個新的事工 今年要來實行 我們要通過了一個新的事工 我們今年要來實行的 就是我們要在我們的崇拜當中 要增加一項 我們一起做的事叫做本週金句 我們從五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來開始 我們會選一句的經文 印在我們的程序表上 我們會選一句經文 印在程序表上 讓兄弟姐妹在崇拜的時候 我們會有機會念兩次 那麼我們也鼓勵兄弟姐妹 在一週當中的生活 能夠集中我們的思想 在這一句的經文上面 也鼓勵大家在一個星期內 集中我們的思想 去想想這段經文 想想看這句話對我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要這樣讓上帝的靈可以藉著這個經文 來對我們每個人說話 我們要藉著這樣的機會 用上帝的靈藉著這個經文 來對我們每個人說話 在生活中引導我們 在生活中引導我們 成為我們真正的幫助 成為我們真正的幫助 在1991年10月的一個標竿雜誌裡 在1991年10月的標竿雜誌裡 刊登了一個真人真事 刊登了一個真人真事 一個人叫Kim Engelman 一個人叫Kim Engelman 他跟他的先生有一次去露營 他跟他的丈夫有一天去露營 到了晚上的時候 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們已經都到這個帳篷了去休息 他們已經進去他的帳篷裡又要休息了 有一隻媽媽熊 有一隻母熊 來到他們的營地 要找食物吃 回來找東西吃 來到他們營地找食物 在這裡回來回去找食物 當這個熊靠近他們的帳篷的時候 當這隻熊靠近他們的帳篷的時候 他們真的快要嚇死了 他們真的快要嚇死了 連呼吸都不敢 連呼吸都不敢 我們聽說過 你如果碰到熊 你要裝死 我們聽過 如果你碰到熊 你要炸死 他們大概就是這樣 他們可能就是這樣 在那個時候 很奇妙的 Kim Engelman的腦海裡 就出現了一句經文 這個時候很奇妙 在Kim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句經文 他的心裡 就不斷重複這句經文 他心裡不斷重複這句經文 禍患必不臨到你 這句經文就是禍患必不臨到你 他就一直唸 好像唸的時候 好像在這個帳篷 畫了一個安全的線一樣 他一直在背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帳篷 好像畫了一個安全的線一樣 不久之後 這隻熊竟然回到森林裡去了 這隻熊竟然回到森林裡 隔天早上 他們出來看看損害的情形 翌日早上 他們就來看看損害的情況 他發現他放在外面的聖經 被熊咬了一大口 他們發現他們放在外面的聖經 被熊咬了一大口 然後他想起 我昨天唸的經文 然後想起 我昨晚唸的經文 他就翻翻翻 找到詩篇的九十一篇第十節 他就見到詩篇第九十一章第十節 他發現 哎呦 第二句真的好像就是為他寫的 太貼切 太神奇了 他發現第二句 真的好像為他寫的 真的太貼切 太神奇了 這句經文是這樣說 這句經文是這樣說的 第一句是說 祸患必不臨到你 第一句是說 祸患必不臨到你 第二句是說 第二句是說 災害也不挨進你的帳篷 災害也不挨進你的帳篷 是不是很奇妙呢 是不是很奇妙呢 所以這句經文就在那樣子危急的情況下 成為他們的保護 也成為他們的安慰 所以這段經文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 就成為他們的保護和安慰 你跟我可能沒有這麼細緻性的信仰經驗 你跟我可能沒有這麼戲劇性的信仰經驗 但是上帝的話語一樣可以成為我們的保護 但是上帝的話語一樣可以成為我們的保護 比如 當你生氣的時候 當你生氣的時候 如果那個時候你可以想起聖經上的話 如果這個時候你可以想起經上所說的話 你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生氣 你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生氣 要快一點點 相信你想到這裡 你的怒氣可以減緩一點 講話就不會那麼充那麼毒 講話就不會那麼充那麼毒 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口角 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了吵架 傷害也可以減少 傷害也可以減少 保護了你跟另一個人的關係 保護了你自己跟另一個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下個月就要開始我們的每週經驅 所以下個月我們就要開始我們的每週金據 我希望大家都用期待的心來開始它進行 希望大家用期待的心來進行 或許會有人會擔心 哎呦我們是不是要把它背下來啊 哎呦我們是不是要背起來啊 那麼我們是不是要考這些經驅啊 那麼我們是不是要考這些經驅啊 是不是要考這些經驅呢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的 教會不會用試題來考大家是不是有背著這些經驅 教會不會用考試來考大家有沒有記住這些經驅 因為我們都很明白 因為我們都很明白 基督徒真正的考試就像抽考一樣 基督徒真正的考試就像抽考一樣 每個人在生活上的困難跟挑戰 很多很多都是突如其來的 生活上每個人的生活上的困難和挑戰都是突然其來的 不是計劃的 不是計劃的 不能事先準備的 不能夠事先準備的 只能靠平時我們從上帝的話語來培養我們的信心 一點一滴的累積 一點一滴的累積 才能有屬靈的力量來通過這些考驗 先有屬靈的實力來通過考試 這些抽考的結果沒有什麼高分低分這種成績 只有喜樂和不喜樂的生命 只有喜樂和不喜樂的生命 我誠心的希望 我誠心的希望 我們都能夠通過我們生命中大小的抽考 過著喜樂的人生 過著喜樂的人生 我現在邀請大家來唱詩歌 現在邀請大家來唱詩歌 再一次的提醒我們自己 再一次的提醒我們自己 要讓上帝的話在我們的生命裡生根 要用上帝的話在我們的生命裡生根 因為那是對我們有益的事 因為這是對我們有益的事 謝謝